有幾位新的朋友,很快就這樣介紹 本來我們是海棠業,但是因為愛蒙在文國 中國廣東話文國的時候,正式式是所謂獨立出去了 就在當時蘇聯的影響之下,現在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我們變成好像一個雞谷,這個好像雞嘴一樣,當然 朝鮮本來不是我們的,你看到 在這個所謂一個雞頭,雞腳,三江的雷昌半島 雞尾巴,這個就是哈勒斯,這個新疆的 准加爾門地和這個塔美門地,你看到整個 960萬平方公里,綠色的就是我們的地下 我們的可耕地,8-23個可耕地,基本上集中在綠色的地方 小部分在黃色和綠色交界,唯一就是四川盤地 和一個更小的漢中盤地,和八百里秦村,這個就是西安附近 黃色的就是第二層樓,就是雲貴高原,這個就是黃土高原 這個就是蒙古高原所謂,但不是太高,是二樓 再高一點的就是大興安嶺,大興安嶺我們去過 我們曾經去到這個哈爾班,打橫過去到齊提哈爾 然後一路就去到江江這裏,這裏就是滿洲里 滿洲里,就是一個內蒲古城市 攝養著俄羅斯和蒲古國,非常有特色的 最近我看到就是說,我們去的時候有個兔娃 兔娃的,整好了,變成一個兔娃酒店,很漂亮的,很俄羅斯式的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值得推薦 你這樣一走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國家有多美麗 你更加知道國家有多大,雖然地條長短短地走過 但來回都二、三千峰來的,大興安嶺是非常富庶的,很美麗 英國、歐洲有很多地方,因為最主要來說,它人很少 不快的程度很低,到處都是歐洲式那種淋漠,美麗得不得了 美得不得了,真是的 難怪俄羅斯和日本曾經在這裏,在這裏有一個洛門巻的地方 打個大仗,兩邊各出動十幾萬軍隊 下一個車,上面有飛機,是一個現代化戰爭 當時二次大戰之前,在這裏打過一場 後來日本大敗,日本大敗 日本大敗的,變成日本軍隊,在這裏南地方 北方就是俄羅斯,蘇聯的勢力 在這裏,裡面有兩條河彈,大家知道 在這裏,一邊叫長江,這裏叫黃河,一邊叫長江 我們頂樓第三層樓就是青藏高原 未去過呢,值得去一次,值得去一次,真是的 那種紅旗,獨特的,沒有了這個世界,是那裏有的 我們曾經去到四川城,成都,飛去林芝 然後一路進去拉薩,然後再去後撞這個卡側 然後走一轉頭,再走上,踏青藏鐵路去到 這裏有的西嶺,橫花這個就很多了,唐古拉山,唸稱唐古拉山 所以未去過,值得去,值得去 另外一個看到了,綠黃紫和啤都是 最高的地方 謝謝